主料,洋葱300克,黄瓜皮30克,主料,鸡蛋2个,盐,胡椒粉,黑芝麻,生抽,背景,用菜人数,一到两人,把洋葱整个放在冷水中近5分钟,防气时刺激远眼睛掉泪,黄瓜皮放在白醋水中近5分钟,保持瓜皮秘率,可维生素不被丢失,净好的洋葱和黄瓜皮分别切成细丝,鸡蛋打散, 放入胡椒粉,黑芝麻和一汤池凉开水,煎出的蛋松软焦嫩,锅中的游戏成热,入蛋液煎出泡来时把蛋化散成小块后,鲜成盘,锅底流油倒入洋葱,黄瓜皮丝炒,两分钟后,放盐,生抽桥味,再把蛋块倒下火炒,放位经济好,烹饪技巧,切洋葱为什么会流泪,洋葱在切开时, 它的细胞受到破坏与酸酸酶发生作用,释放出刺激物酸二酸会使人流泪,有两种阻止流泪的方法, 一是,切之前正洋葱很长片刻,二是边沾水边切,或在水中将其沁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